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 每年总有几部经典的电视剧被翻拍 于正记笑傲江湖之后 马上又要翻拍 我最喜欢的神雕侠侣 没错 这于正版的神雕侠侣啊 杨过的人选呢 据说早就定了是陈晓 而小龙女却迟迟不见消息 是的 在众多的小龙女的候选人当中 有两位目前的呼声是最高的 一位是杨颖 另外一位叫赵丽颖 那在最近的一场发布会上呢 我们的编导也是巧遇赵丽颖 来看看他本人是怎么回答的 你要写下里马上就要上了 您跟安卓拉贝比要争一角 就是小龙女确定了吗 应该没公布 不知道 这个谈不上什么争角色 这个是余老师去定的 我们演员就是演好自己的戏就行了 这个决定权一直都在余老师的手里 巧合的是 我们在另一场发布会上 碰到了小龙女的另一候选人 安卓拉贝比杨颖 我当然非常喜欢小龙女这个角色 可是也要看一下实际的情况会是怎么样 也跟那个余总有聊过这个事情 但是最终是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等他去公布吧 看来两位小龙女的热门人选还都在等待结果 仔细一想 在全程热恋里 杨颖的清新脱俗 张丽颖在陆生传奇中的镇定自若 倒是都与神雕侠侠里中的小龙女十分相似 你觉得就是像杨颖的贝比自己优势之中的呢 这个不可比较 对 我很喜欢贝比 因为在言中歌里面 我有对手戏我去客串了嘛 我有看到她本人 我觉得她好漂亮 好女生 不论谁来演 每每经典剧目被翻拍 都难免被人拿来议论 之前有消息称 袁珊珊将出演小龙女一角 此消息发布后 便引来众多人的议论 那么同样作为新版小龙女候选人的赵丽颖 是否准备好接受观众的议论了呢 这是一个特别经典的角色 我觉得不管谁演都会有一些话题 会有一些议论 但是我觉得这是好事